個人資料還有隱私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常常我們大家講大數據 大數據其實是我們發展AI整個很重要的一環 可是提到了大數據 它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它一定要收集到個人的資料 它一定會有所謂的隱私權的一個問題 雖然我國的中華民國憲法 它沒有名文寫到隱私權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大法官四字第603號 就有特別提到 那這個解釋 這一號解釋應該謝教授很熟 我就不特別再練出來 就是說在這一號解釋特別提到的 就是說隱私權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基本的權利 那所以呢 我相信捍衛人民個人的隱私權 也是我們大法官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想要先請教那個謝提名人 就是說那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目前的對於線上 我特別提到的是說 在網路上面的這些個人資料的一個收集利用 或是線上的一些隱私 我們目前的保整個個資法的保障夠嗎 其實這個個資的保護呢 因為是牽涉到基本的人權 牽涉到隱私權的這一塊 那這一塊 其實越民主的國家 越重視這一塊的保護 那這個 據我所知甚至於 我有很多德國的朋友 他們是拒絕使用信用卡的 因為他們不希望這些資料被披露出去 所以在這個 特別是說大數據的時代 收集這些網路的這些資料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歐盟他們前一陣子 也才正式的去實施的這個所謂的GDPR 這樣子的一個個人資料的一個保護的一個 這個不只是指令 而且把它提升到這個regulation的這個層面 而且呢對違反的人呢 處罰也是相當的嚴重 那只要這裡頭的這個資訊 涉及到歐洲人民相關的個資的話 都要給予保護 那在這裡他所賦予的權利 包括這個被遺忘權 然後呢包括這個刪除權 還有說這個禁止被這個刑訴的權利 其實他們所賦予的保護是相當的完整的 那相對於我們的各自的保護 其實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那這一塊特別是說 像線上的這些資料的這個收集 往往是非常的容易 因為大家都要上網 而且在上網的時候 這個不免就會使用到很多的個資 那這些個資是不是可以被拿來做收集目的以外的利用 那這個如果要做利用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他只限於特定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譬如說像有很多的這些網站 那我們去購物了之後呢 那他事後可能就會出現很多的廣告 就是你譬如說買了哪一類型的書 那未來他可能就會有新書的這個資訊 他可能就會提供給你 那這些其實很多是必須要透過契約的這個方式 來約定說我同意 你使用我的這個個資用在哪一些方面上面 那如果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經過這些這個個資的擁有者的這個同意 就把這些拿來做商業性的使用的話 其實是有問題的 謝謝 其實提到GDPR 它有一個很重要一點點 還包括跨境傳輸 所以我想說其實確實我們目前的個資法 在如果跟GDPR來做一些比較的話 確實我們真的還有一些在進步的一個空間 那提到個資呢 提到隱私呢 其實因為我過去關心 我在兒少團體工作 所以我很關心兒少 所以我當然就關心在整個網路上面 線上的兒少的個資跟隱私權 那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兒少其實我們都講說他是網路的那個原住民 因為他一出生就有網路 他是網路世代 所以他其實對網路的使用其實是非常的熟人的 那在這個部分呢 包括他們現在都有 例如說在這做直播 可是我們又知道說兒少在對自我的保護個資 這個隱私這個部分 他相對於成年人來講一定會是比較弱的 那其實我也看到我們現在台灣很多小朋友是喜歡 使用抖音 在國外在海外有一個海外版 是叫做T-talk 那T-talk其實他在今年已經有 在美國他是違反收集兒童個資而遭到美國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一個財法 金額有高達570萬美金 那其實是很高 那為什麼要提這個部分 就是說 其他國家對兒少的隱私 兒少的個資 似乎有不一樣的一個作為 不一樣的一個規範 那我也想請教 謝提名言說 那在對於兒少在線上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以及他的個資跟隱私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 你認不認為說也應該要有特別的一個規範 給予特別的一個保護跟保障 是的 謝謝委員非常關心兒少相關的議題 那這個確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這個小孩子使用網路的年齡層一直在下降 甚至於幼稚園他們已經就可以使用網路 那特別是說剛剛講的這個T-talk這些軟體直播 那對他們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現在這個流行的一種社群社交的一種方式 那這個你也沒有辦法去禁止它 但是你如何在他們利用的時候 能夠確保他們的個資 那這些個資其實不只是一些個人的資料 還包括他們的一些臉部的辨識的這些資料 那這個如果被洩漏出去的話 確實是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那其實不只是這個 我還注意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像現在據說某一個學校 有在用人臉辨識學生進入校門 做點名的方式對不對 對 那這個其實它也是在收集學生的臉部辨識的個資 那這個是可以嗎 那這個有沒有經過家長的同意 那甚至於現在譬如說 UU卡 大家都用的很普遍很方便 為了使用方便警戒,因此有一些悠遊卡都跟學校合作,把悠遊卡綁在學生鎮上面。 因此學生到處去刷悠遊卡的資訊也都充分地被記錄下來。 那這個有沒有事先真的家長的同意? 其實這些都是以很多細節的東西都發生在我們周遭,但是我們並沒有去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未來我非常贊成委員的這個看法,就是說在大院未來對於兒少在使用線上的這些相關軟體的時候的個資的保護呢, 應該要去在立法政策上要設法去把這一塊填補。 謝謝。 剛剛那個謝教授提到的是有沒有經過家長的同意? 那其實我們看到GDPR它是規定16歲以下你一定要取得家長真正的同意, 不是只是一個勾起來那樣,而是要有真正的意思的表示的一個同意。 那美國其實他們有一個法是COPA,他們也是說你如果要收集13歲以下的資料也要經過家長的同意。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TITO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法,然後被處罰的。 那我這邊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都需要家長的一個同意。 因為我們兒少就是沒有完全的那個行為能力,所以必須他的法定代理人家長一個同意。 可是如果說現在網路上面其實很多的問題是家長曬蛙,那個有聽過嗎? 這是炫蛙,這是把自己的孩子就拍照。 其實我們拍照最常看的是拍食物,不然就是拍自己的小孩。 還是說他就帶著小孩直播,可是小孩就是主角,以他為賣點。 可是這個就是他就是父母親啊,他就是監護人啊,他就是同意啊。 可是這樣的一個行為會不會讓孩子長大之後,其實他是不願意的,不樂意的。 那因為我這部分就想到說,好,那我們孩子,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兒權公約,兒少是有表義權的。 那我們要去衡量他的意見,可是一旦如果說我們的小孩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他又跟父母的這個所謂的監護同意權這個部分有抵觸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兒少能不能主張說,這些父母同意的授權的資料,其實我是不同意的。 我主張要刪除還是GDPR,其實有一個更先進的就是所謂的被遺忘權。 那這個部分的一個衝突怎麼辦呢? 是,那這部分的這個權利,我是覺得說,特別是說,在他們還未成年之前, 那很多家長真的是炫寶這樣子。那可是這樣子的這個狀況,有一些我周遭的一些同事們,他們比較有權力意識的, 他們會非常小心,就是說他們只拍風景跟食物,那基本上其他都盡量不拍。 那確實有些小孩子,他可能長大之後,他覺得說很不舒服,為什麼小的時候這些照片全部都在網路上被流傳。 所以,確實未來如果說能夠賦予這些人這樣子的這個被遺忘的這個權利,要求被刪除, 我覺得這個在這個保護上是更周延。 好,謝謝。 報告全院委員會,休息十分鐘,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詢問,現在休息。 報告全院委員會,休息一下。 報告全院委員會安排 didn't appeal. 報告全院委員會 apologis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